欢迎您收看世界简报 新德里峰会重塑国际朋友圈G20闭幕后的六大看点 VOA装置为 20国集团G20峰会9月10日顺利闭幕 并达成多项攸关国际政治和经贸合作的共识 多位分析人士认为 此次峰会在推动全球治理上取得相当的成果 其中有六大后续看点 包括在中国和俄罗斯两国领导人的缺席下 此次峰会丝毫没有因此失色 反而催化国际重塑朋友圈 在短短两天议程中 20国集团G20新德里峰会就乌克兰战士达成共识 并通过领袖宣言 敦促各国误使用武力解决领土争议 虽然该宣言因回避对俄罗斯的谴责而引发乌克兰不满 但已经一扫各国在开幕前对俄乌战士立场分裂的阴霾 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缺席形同不给印度总理纳伦德拉 莫迪、Narandru Modi、念子等地员决立暗潮 除了共同宣言 G20新德里峰会还始言打造从欧洲 途经中东一路通往印度的经济走廊 且决议将拥有55个成员国的非洲联盟 African Union提升为常任成员 与欧盟、EU取得同等地位 以深化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国家的经济合作 让美、印、欧洲等大国都对峰会成果大表满意 根据多位分析人士的观察 此次峰会可能也翻转了美国、印度 跟中国三大超级大国间的战略地位 虽然未来前景仍充满挑战 G20新德里峰会闭幕后 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热点呢 美国之音盘点出六大看点如下 一、习近平、普京缺席无碍议成 反重塑国际朋友圈 俄罗斯总统普京缺席G20峰会是意料中之事 但中国改派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 让国际舆论分传 习近平摆明了刻意冷落印度 不给东道主莫迪面子 至于中国境内网民则是嘲讽称 习近平缺席让今年的峰会调价施颜面 对于这些杂音 位于印度新德里的中国分析及策略中心研究员夏海纳 Namrata Haseja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一笑置之 他说习近平缺席G20 是因为他有经济疲软等重大内政治理危机急需处理 外界无需过度解读 况且习近平、普京缺席 事后也证实对峰会议程或印中关系无任何影响 只是突然让中国自外于这个占全球GDP五成的重要平台 特别是印中关系早就跌到谷底 夏海纳说 我可以用几个字来定义他印中关系 缺乏信任基础 因为中国已经撕毁了我们印度与他们签署的每一份协议 我们如何能再次信任他们呢 我认为印中关系处于历史最坏的水平 虽然缺席G20 但习近平似乎也没闲着 仍忙着下指导棋 金融时报9月9日引述与会官员的话报道 中国外交官在简报会上强力反对美国于2026年担任当届G20峰会的轮值主席 但对于这板上钉钉的是即美国透过新德里峰会所赢得的新盟友 未来中国将如何因应是否会催化美中紧张关系值得进一步观察 二、美印关系持续深化 印中关系陷入低潮 却催化美印两国越走越近 出席G20峰会前 拜登9月9日与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称 美国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因为全球治理需更具包容性和代表性 两人还强调联合国即待改革 唯有增加安理会常任及非常任理事国数量 方能更好的回应当前国际多边局势 然而此提议困难重重 因五常之二 即常任理事国中国和俄罗斯必然投下辅局票 但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成认为 此承诺彰显美国表态扶持印度成为区域大国 或至少是跨区域的枢纽性强权 借以改造中俄长期干扰和把持的联合国安理会 除了禁军联合国 印度也想借助美国之力 在全球产业链上取代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 特别是在半导体及军工产业上 若能与美国实质合作 莫敌长期推动的东进政策 Act East或可达标 宋国成告诉美国之音 这就会形成美印之间一种二对一 或者是说美印一加一大于一 就是大于中国的这样一种竞争关系 特别是美国想要把印度打造成第二个中国 成为美国有岸外包French-Shoring的主要基地 这是美、印之间合力打造的一个南亚政经联合体 三、印度大国地位提升 有了美国的助攻 再加上莫迪在此次峰会锋芒毕露 印度的大国地位本周明显走升 或在未来的区域地缘政治角力上扮演要角 位于印度普纳的富莱明大学 French University社会科学系副教授刘其峰认为 印度总理莫迪在此次峰会中 正在把印度这个常年奉行不结盟运动的国家 打造成连接欧美先进国家 与开发中国家间的重要桥梁 刘其峰分析 印度地处欧亚之间 也位于印度洋航路的中途枢纽 更积极在国际多边组织中 扮演西方发达国家 与所谓全球南方开发中国家间的协调者 企图心和雄心兼具 刘其峰告诉美国之音 借由印度当东道国的机会 进一步退去它G20是富国俱乐部的形象 然后扩大它印度的影响力 成为富国跟穷国之间 尤其是南方开发中国家的一个桥梁 我觉得这是在地缘政治上比较重要的看点 G20顺利闭幕后 印度接着要于2024年1月 召开美、印、日、澳四方安全对话 CORD峰会 对此 刘其峰说 新德里的政治及媒体圈 近来热衷讨论 他们与英、法等西方先进国家的关系 根本不在意习近平来不来G20捧场 以及印中关系的前景 4.欧印海陆运走廊叫板中国一带一路 G20新德里峰会期间 美国、印度及沙特阿拉伯等国也签署协议 将沿拟一项重大的基础建设计划 打造连接欧洲、中东跟印度的大型铁路及海运走廊 让商务、能源和数据能更快从印度流向中东和欧洲 渴望将欧印间的贸易扩大四成 据美联社报道 这条海陆运输走廊全长超过4828公里 将有助于促进贸易、提供能源和改善数字链接 而参与该计划的国家包括阿联酋、约旦、以色列及欧盟等国 对此 台北学者宋国诚分析 尽管此协议上在规划阶段 无法跟中国已经推动长达十年的一带一路抗衡 但从中国向非洲每年放贷的金额 从2016年巅峰时期的近300亿美元 抖降至2019年的70多亿美元来看 一带一路恐已是强弩之末 美、印等国现在趁虚而入 未来这一条欧印海路走廊很有机会形成挑战 甚至后来居上的势力 不过 印度赴莱宁大学的刘其峰说 欧印海路走廊确实神似一带一路 透过一条铁路拉拢沿线国家和经济体 但问题是这条走廊在地理上无法绕到伊朗跟阿富汗 这两个被中国强力掌控的国家 再加上还有伊朗和沙特阿拉伯这两个死敌 因此此基建计划的未来仍有重重挑战 5、非洲联盟获邀加入G20 莫迪一向自诩为全球南方的领袖 因此对他而言 本届峰会的另一个胜利 就是推动非洲联盟取得正式的G20会集 此前 G20成员中仅有欧盟是以区域集团身份参与 非洲联盟虽总计有55个会员国 14亿人口 国民生产茅额 GDP规模也总计达3万亿美元 但只是受邀参与的国际组织 对此发展 位于印度孟买的索麦亚大学 Somaya Vidyavihar University 中国研究助理教授沙海利 Sahili Chatterj分析 非洲联盟是联合国最大的组织之一 也是各国积极争取的战略性伙伴 从经济稳定到自然资源议题 都无法被忽略 习近平8月底 就在南非的金砖峰会上大撒币 再向非洲提出逾百亿美元的援助基金 沙海利告诉美国之音 印度与非洲联盟的关系一向紧密 不仅是今日 从很久以前就关系很好了 因此 G20此次特别扩大非洲联盟的加入 实际上标志着更强劲的伙伴关系 以及全球南方在国际政经体系中的重要性 非洲联盟获邀入会 也是印中两国间少有的共识 早在2022年11月 南非与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G20峰会上宣布 将推动非洲联盟入会时 习近平立刻表达支持 6.清洁能源部署大突破 针对气候变迁难题 此次G20峰会达成的另一项成就是 正式成立全球生质燃料联盟 Global Biofuels Alliance 以促进全球 尤其是南半球发展中国家 对生质燃料的生产及消费 尽管新德里峰会最终未提及要逐步淘汰所有化石燃料 但总部设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环保智库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 CREA的首席 警方指控东欧犯罪团伙在西澳洲贩卖冰毒 悉尼先驱晨报 一家东欧犯罪团伙被发现 与西澳大利亚的一个大型假基本饼案分销网络有关 警方已对两名爱沙尼亚国籍的31岁和28岁的人 提起了诸如洗钱、贩毒和持有枪支等罪名 这两名最初持学生签证前往珀斯的男子 据称被派往澳大利亚监督跨国有组织犯罪团伙的毒品分销 警方查获了52.3公斤的假基本饼案、枪支和220万澳元、160万美元现金 这批毒品估计市值为5200万澳元 中国强烈警告不要对人民币贬值进行投注 金融时报 中国人民银行已采取措施阻止人民币贬值 中央银行周一发布声明 警告不要压住人民币贬值 并表示有能力并对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稳定水平上感到自信 声明还表示 当局将在我们采取行动时采取行动 坚决纠正片面猜测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周一上涨了1% 达到7.2698为两周来的最高水平 2023年橄榄球世界杯结果 到目前为止的比赛得分情况 英国独立报 2023年橄榄球世界杯于9月8日在法国巴黎开始 这项比赛将有南非 爱尔兰 苏格兰 威尔士 澳大利亚 斐济 英格兰 阿根廷和日本等重量级国家参加 比赛将在巴黎 马赛 里昂 布尔多 迪尔 圣埃蒂安 南特和图鲁兹等城市举行 决赛将于10月28日在巴黎的法兰西体育场举行 前往国外观看比赛的观众可能需要使用VPN 摩洛哥的地震距离断层线超过500公里 但专家们并不感到意外 澳洲ABC 一场6.8级地震袭击了摩洛哥的滑雪小镇Akandan 造成了重大破坏 并导致2100多人死亡 摩洛哥很少发生这样的地震 自1900年有记录以来 该地区500公里范围内从未发生过这样的地震 然而 专家表示 该地区容易发生地震 自1900年以来 该地区至少发生过9次5级地震 这次地震是非洲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造成的 救援人员竞相寻找摩洛哥地震的幸存者 英国每日电讯 摩洛哥发生6.8级地震后 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 地震发生在周五晚上的阿特拉斯山脉 目前死亡人数已达到2122人 2421人受伤 担心还会在废墟中发现更多尸体 地震还对几个文化遗产地造成了破坏 包括提米尔清真寺和马拉喀什古城的建筑物 摩洛哥政府已经收到了来自西班牙 英国 卡塔尔和法国等几个国家的援助提议 许多幸存者批评了政府的初步反应 但军队已经部署 正在努力为受灾群众提供住所 物资和支持 布尔里托在证券交易所上 Guzman Y. Gomez老板准备向ASX打招呼 悉尼先驱晨报 澳大利亚墨西哥卷饼连锁店 Guzman Y. Gomez的创始人史蒂文 马克思表示 该公司正准备在2024年或2025年底 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ASX上市 该公司在澳大利亚拥有171家餐厅 在美国、新加坡和日本共有23家餐厅 在2023财年 该公司的食品销售额达到7.59亿澳元 5.55亿美元 比上一年增长32% 核心盈利达到3200万澳元 增长56% 马克思还表示 他已经在5月份表示将辞去CEO职务 目前正在寻找他的继任者 欧洲最美丽的丑陋城市 英国独立报 欧洲各个城市正在经历一种 对战后建筑的公众认知转变 人们对曾经被诟病的建筑 开始越来越欣赏 游客们被邀请探索斯旺西、路特丹、普利茅斯 和勒阿福尔等城市的城市景观 发现这些战后建筑中隐藏的美丽之处 在斯旺西 该是通过再生项目经历了一次转变 打造了现代化的大街 并使之前的码头区焕发了新生 路特丹以其折中主义建筑而闻名 提供了一系列标志性地标和显为人知的战后建筑 展示了其独特的特色 普利茅斯以其美洲艺术城市设计 邀请游客探索其乌托邦城市中心 并发现隐藏在名处的战后建筑之宝 最后 法国的勒阿福尔是著名的战后建筑师奥古斯特 佩雷的故乡 他的混凝土建筑因其美学工艺 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 这些城市正在拥抱他们的战后建筑遗产 并邀请游客探索从这一时期出现的独特故事和设计 通过揭示这些常常被忽视的建筑 城市希望改变公众的认知 并培养对城市景观的更深层次的欣赏 当游客们穿过这些城市时 他们可以目睹发生的转变和再生 为曾经被忽视的地区注入新的生计 这些城市在拥抱过去的同时 展望未来 创造了新旧融合的和谐 金正恩前往俄罗斯与普京举行武器谈判 英国独立报 据韩国媒体报道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被认为 正在前往俄罗斯与总统普京进行会谈 尽管诺斯科和平壤的官员尚未确认这次会晤 但西方情报机构预计两位领导人将讨论武器问题 这将是金正恩四年多来的首次出访 此次访问预计将在俄罗斯正寻求扩大其在与乌克兰冲突中使用的军事装备收购时进行 乔·拜登打破传统 大胆压住早期摇摆州广告 华盛顿邮报 乔·拜登总统的竞选活动比他的前任巴拉克 奥巴马和唐纳德 特朗普更早地展开了一项重大广告购买 以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 拜登竞选团队在一个为76州的电视和数字广告活动中投资了2500万美元 主要针对摇摆州选民 该活动旨在针对摇摆州选民 因为他们将决定选举的结果 整个广告活动包括针对西班牙裔和非洲裔美国人的单独广告 以及关注堕胎权和经济的广告 提前投资是对在不断变化的媒体环境中接触选民的挑战的认识 特别是拜登在通过新闻媒体吸引注意力方面遇到困难 拜登的助手们表示 这笔2500万美元的购买将使竞选活动能够达到 通常在最后几个月看到的广告量的20%左右 大部分资金将用于传统的摇摆州广播 YouTube等数字平台 以及Hulu等流媒体电视服务 杰西 克里尔逃脱制裁体现了世界杯裁判的不一致性 英国每日电讯 据《卫报》的保罗 李斯报道 苏格兰在对阵南非的世界杯比赛开场几分钟内 就遭遇了一次裁判错误 杰西 克里尔与杰克 登普希发生了正面碰撞 但裁判没有进行回放审查 尽管在比赛前裁判已经下令对正面碰撞进行严格审查 最终 苏格兰以0比34输掉了比赛 史蒂夫 克拉克低调的风格将苏格兰打造成了欧洲的佼佼者 英国每日电讯 苏格兰国家队教练史蒂夫 克拉克表示 钓鱼帮助他在管理球队的紧张审视和压力之后放松身心 克拉克即将带领苏格兰队参加2024年欧洲杯 他表示 在确定名单和比赛之间 每年有5次都会有14天的紧张压力和压力 这位60岁的教练说 钓鱼让他保持理智 他不会为放松而苦恼 加拿大运行良好吗 按照英国的标准来看 确实如此 多伦多星报 这天文章批评了英国的现状 认为该国处于一种功能失调的状态 作者强调了基本服务的私有化 失败的医疗系统 破败的基础设施和缺乏空调等问题 文章认为 相比之下 加拿大的状况相对较好 作者还提到了英国目前的政治不稳定 政府领导层频繁更迭 总体而言 文章认为与英国相比 加拿大是一个更宜居的国家 如何降低安大略省扩大核能发展的风险 多伦多星报 安大略省政府计划就前期开发工作进行咨询 以评估新建核电站的潜在建设可能性 尽管核能是一种无排放的能源来源 但与之相关的不确定性和挑战也很多 大型项目很难按时按预算完成 而安大略省经济的未来也不确定 为了确保新建核电站的顺利进行 建设应该分成较小的部分 避免沉默成本谬误 并且应该有一个独立机构拥有做出关键决策的权利 据称间谍声称他被禁止返回中国 英国每日电讯 据报道 一名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议会研究员 在一款约会应用上声称自己被禁止返回中国 这名20多岁的研究员 与一些能够接触高度敏感或机密资料的保守党高级议员有联系 他于3月份与另一名巨姓是大学学者的男子一同被逮捕 这名研究员曾为中国研究小组工作 该小组由一些议员组成 致力于推动英国对中国做出新的思考和应对方式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么遵用了创登工具 就是在天网址上的它大в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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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